所以我想說就用通靈的方式 那其實我這個專案原來在上一次大松 我有提案它是一個縮紙的服務 那我主要是希望可以提供一個 讓大家方便縮紙的服務 然後現在發展到就是依照我自己的個人興趣 也就是閱讀這件事的一個宣揚 那它現在的專案名稱叫一七有感 那主要的目的呢 是邀請大家一起來將自己閱讀 所得到的這個畫質是共享的 好那感謝感謝大家 感謝那個技術者幫我分享這個 對那一頁就顯示了我們有一個原始碼 原始碼是這個縮紙網站的原始碼 然後要找到我這個計畫 歡迎你就是在slag上面 找slag或者是一七有感這個專案 那我們的line有一個群組 這個群組裡面已經放了這個chatbot 那它的主要功能是將你的縮紙 將你的縮紙 不是將你的這個筆記是擴散的 分散式的促成 那對我們目標就是希望可以邀請大家 然後可能數位時代的閱讀 閱讀的時間變少了 但接下來有一個很方便的 其實各大的列子書平台應該都有集中畫 那由於我目前用的是讀墨這個平台 讀墨這個平台它有一個你可以把畫劑的內容 是可以去閱讀也是共享的 對我這邊跟讀墨沒有關係 那目前呢就是希望大家一起來打開讀墨App 目前iOS是可以做這個內容分享的 所以呢我目前累積就是487天 每天畫了這個85條 把這個裡面的畫劑式做分享 那其實你不一定要購買這本書 你可以在它有點像開園共享的概念 甚至別人畫的記憶都可以讀得到 那我今天預計呢是收集大家喜歡的書 然後把大家的書全部都畫過一遍 所以現在呢要請大家直接在 那個我們的Get It Town上面 就是打字留下你最愛的書 那我今天呢就會邀請大家或者我自己 來去讀墨上面找這些書 然後把畫劑共享出來 然後謝謝大家 最後一句就是說 這個平台呢它會擴散到 各個各大平台 所以呢是方便大家可以把這些畫劑 做更進一步的使用 以上謝謝 好謝謝Fy的分享 跟讀書畫劑有關的 算是對這一塊有嗜好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來參與這個專案 那我們就下一位